中国时报偷懒焦点 带你来关心的是 马英九跟连战 透过幕僚驳火了 重要政治的消息 这是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在北京呢 惠悟了习近平 而提出了一个中国的16字真言 政治效应持续的扩大当中 而连战办公室主任丁远超出面直指 马英九总统事前之情 但是呢 总统府秘书长罗志强 则还原现场强调外界观感跟解读 是完全不同 连马双方核心的幕僚 言语交锋过招 是很罕见的RF 而且呢也使得政坛关注连马的关系 再度受到侧目 主席可以跟你聊一下吗 到大陆谈话会不会觉得很委屈 国民党荣誉主持连战 宴请大陆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言 宴席前后非常低调 脸上没有笑容 因为他在大陆提出的 一个中国两岸和平 互利融合 振兴中华16字真言 非但得不到高层背书 总统府甚至放炮 听都没听过 连战办公室回击 强调北京行 马总统确实没交付特定任务 但16字真言内涵 早在马总统年初一到廉价拜年 和22号府内接见 双方都有交还意见 甚至和副总统吴敦义 行政院长江一花见面时 也都提过个人主张 高层应该很清楚 连战不可能讲不必要的话 甚至调转炮口 批评发言人系统 不要断章取义 徒增外界的想象空间 否则模糊焦点 这一趟就可惜了 不论是这个2月22号 连荣誉主席 新前跟马总统的会面 还是说总统在春节期间 向连荣誉主席拜年的时候 我们要清楚地表示 连荣誉主席都没有 向马总统用这个 16字真言的这样的形式 总统府坚持16字真言 真的不在马联会的谈话内容中 但肯定连战的辛劳 白人出面灭火摸摸头 双方却还是坚持立场 一趟美金行把总统不停自家人 连战不买总统账 挑起的不止敏感的 两岸政治对话时机 把年轻节更重新 不上台面 现在就问台北综合报道 也好